3月27日下午,上海戏剧电影院线,即2019上海戏剧电影展开幕式,在上海大光明影院千人大厅举行。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将自2019年4月起创立全国第一条戏剧电影院线,戏剧电影是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语境中的读书一致。 这条院线不只是中国戏剧电影的常驻之地,它还会给国内为数不多的话剧电影、歌剧电影保留长线放映的机会。 世界各国的优秀戏剧电影都有望在这条院线与中国观众见面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